前几天刚吃完换汤不换腰的乖乖奇米心 今天来吃经典的五香乖乖 还有奶油椰子乖乖 我在全年还有看到这款香浓巧克力乖乖 我们就三款都来吃看看吧 我先从五香乖乖开始吃 打开后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真的跟上礼拜的海鲜奇米心很像 我的频道吃了几百种零食 觉得五香乖乖是口味 市面上几乎没什么相似品 有点好奇这个神秘咸甜味的来源 看了成分比较影响风味的原料 看起来是花生酱、酱油、虾米、椰子粉 还有猪肉抽出物的肉味调味料 也许这五种材料就是五香风味的来源 是说有人知道五香乖乖品胖卡金来这句广告词吗 知道的人应该至少三十几岁了 我从小就对五香乖乖又爱又恨 爱的是觉得它风味独特蛮好吃的 但它的粉真的是超级麻烦 例如我在吃这包时掉了一颗 它的粉就沿路从我的衣服一路沾到椅子和地上都是 这个到处撒的粉是我从小到大的噩梦 我记得吃奶油椰子乖乖 同样的椰圆柱状造型 这款就不像五香有那么多的粉了 它的表面是有点黏性的糖 虽然也是有粉 但大半还是可以附着在饼体上 味道上跟焦糖、椰奶、奇米辛差别比较大 这款的椰子味还蛮明显的 关于绿色包装的奶油椰子乖乖 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放在电脑上 可以让电脑变乖不会当机的都市传说了吧 它下面还写了绿色精顺 不知道是不是电脑会跑得顺的意思 而刚刚那包五香乖乖写的是黄色发财 接下来要吃的香浓巧克力乖乖写的则是红色喜气 打开就闻到了香甜的巧克力味 看起来也蛮浓郁的 不过一如另外两款乖乖 只是一颗的话很快就在口中化开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用倒的吃 吃起来一如闻起来的香甜 巧克力味和玉米点心很搭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是只有五香和奶油椰子乖乖 巧克力应该后来才有 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前面提到的乖乖奇米辛影片我放在下方 喜欢零食饮料心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也可以聊聊你喜欢的经典零食哦 大家拜拜啦